Ingu WGCA绿色经济成长环球领导才能的培养课程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概要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组织通过异物制的时间绿色技术商品 使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 为了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有国际眼光的人才 所以以360个国家的人民为教育对象开展Ingu WGCA绿色经济成长环球领导才能培养课程 我们有9个教育领域 有法律教育 国际绿色技术交易师 国际组织专利管理师 国际组织便利师 国际期货商品交易师 国际税务师 国际组织会计师 国际金融基金经理 国际行政士等 各领域正在招生 目前是培养 为了培养专业的人才 Ingu WGCA绿色经济成长环球领导才能的养成课程 最大的特征是不仅坐在教室里学习 还要走出教室到现场切实的体验绿色技术商品 直接处理业务真正的实践绿色技术商品实践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通过现场的学习体验 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实践义务当中 那么通过这种现场的教育来提高业务水平 通过绿色技术商品实践企业现场体验筛选出的绿色技术商品 和国际组织进行业务协商之后 在各个国家进行绿色技术商品交易所业务 包括衣食柱和衣食柱型绿色技术商品的商品展销业务 和绿色技术相关的论坛 如绿色检验论坛 绿色研究论坛 绿色研修相关论坛 72个支援组织论坛等 通过相关的业务来实现国家 对国家进出口享受最惠国待遇 税金优惠待遇等 和国家注册的相关的业务 文化休闲 以及绿色体验观光业务等 绿色经济成长环球领导才能的养成课程 是培养能够胜任以上业务的专业人才的项目 以及法律的教育课程 自身的领域区分方法以及网络开发 绿色经济成长环球领导力人才培养课程中 以现场实践为中心教育项目 为了提高效率 得到大韩民国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帮助 适用六大标准 各地区的主题 绿色技术商品交易所 绿色技术商品展示馆 文化休闲 绿色观光 绿色体验学习 法律课程理论和业务教育等 大韩民国17个行政区 10个广义圈将10个合成一个基础单位进行运营 最大的发挥效力 在网络上开展法律教育课程和其他项目的业务的开发 例如中国 它是国际组织 世界绿色气候组织360个国家之一 广义圈城市有33个省 中小城市大约一共700个 教育期限为三周 约21天 教育人员60名 一期 每月为三期 本绿色经济成长环球领导能力培养课程 是将两年的课程最大限度的缩短为21天 也就是最少为180个小时 谢谢